在中美兩大國的博弈當中 臺灣其實是無能為力的 所以最近有一份民調 臺灣民眾對於 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不滿意高達53% 滿意的這個部分大概增加 比過去增加了13% 增幅滿大的 然後認為兩岸需要溝通的 竟然高達83% 對 而且綠的也有70幾 綠的都有70幾 綠的也會怕 綠營的裡面有70% 認為兩岸要溝通 那就蔡英文 那你到底在幹嘛 你的支持者叫你去溝通 你天天跟那個陳時中 那蔡英文會滿頭霧水 因為溝通不就是 中共同路人嗎 跟中共根本不能打交道 為什麼要溝通呢 所以他把自己的路走死 蔡英文把自己的路走死 把臺灣的路也走死了 那我覺得實在是 到底是不是他的論文的造成 這樣子今天他這麼 荒腔走板就不知道 對 但他最近很神秘嘛 就是說基本上 我們看到也不跟媒體溝通 跟人民也不溝通 然後去看宗教領袖 也不公開 這確實是很奇怪的 那兩岸需要溝通這件事情 在此刻當然是特別重要啦 那不只是因為這個 兩岸的這個局勢混亂 其實在過去 我們看到從李登輝時代 一直到現在 其實溝通的管道都沒有斷過 那蔡英文現在時期 是完全一點都沒有了嗎 她完全沒有了 因為不過前提還是說 有一些前提 就是說對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的這個原則 你接不接受 說實話 蔡英文說她不是台獨 一個中國你不接受 你不接受你就不就台獨了嗎 對不對 你是用另外反面看起來 那你為什麼台灣 一中各表嗎 一中九二共識 不就是這個 一個中國原則嗎 對 所以為什麼不接受呢 那你接受的話 兩岸之間的所有的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通過 溝通協商來解決嗎 然後大家怎麼講 第一個我覺得最好 就是規避戰爭的發生 其實美國蠻好對付的 因為美國人最怕的一點是什麼 什麼 美國人最怕的一點 就是兩岸溝通 對 他不能來打台灣啊 對不對 他只有你兩岸 你台灣願意跟大陸溝通 美國可以說 我派軍隊來打台灣嗎 而且美國手上工具也不多 對 他能夠逼著台灣 不跟大陸溝通嗎 那現在不溝通 是你蔡英文自己不溝通嗎 那你要溝通的話 你看看你萊豬還會不會吃 美國人還敢問這麼硬 美國人還會強迫你買了那麼多 不是你想要賣的武器 都不會發生了嘛 你看馬英九他那個八年 美國對台灣沒有敢施壓 一施壓台灣 台灣就往大陸一靠 美國嘴巴就閉起來 台灣那時候拿到了 很多兩岸和平的紅利嘛 所以不是做不到 對不對 就看你怎麼做 當然今天的蔡英文意思就是 她把溝通這門關上的責任 都推給了中國大陸 我們願意溝通啊 但是你的那個前提 像九二共識等等 這個部分沒有達到 也許啦 九二共識是國民黨主政時期的 一個出來的一個結果 也許你就是不喜歡嘛 大家知道民進黨就是 國民黨什麼 他就是不要 不管好不好 那其實你可以用你的溝通方式 創造另外一個版本的 九二共識 這個其實不是做不到的 但是今天這個 不溝通這個方式 在美國我們過去 我們過去都說 這個美國是希望兩岸 不要吵架 但是也不要太好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希望 你就不要好 就趕快打起來 怎麼還不打 現在把我們送到火線了 你看著 你現在最近就要談那個 這個兵役的 我們的兵役制度的 蔡英文很可能被美國逼著 可能明年 她就要把兵役改回一年了 現在四個月 那將來就一年 那這個可以說 應該都是美國的壓力 其實台灣兵役 美國有什麼權力來管 美國有什麼權力來管 台灣什麼兵役 扶多長時間怎麼樣 可是美國都要管 那你今天你就 你說你要 蔡英文要尊嚴 你堂堂這個 台灣人民選舉出來的 結果你要聽美國的 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不對嘛 而且所有的問題都是 必須要接觸溝通 然後相互的了解以後 才能夠解決嘛 你這個一味的對抗 一味的籌劃籌劃 然後呢 對台灣的現在不好 對未來更不好 走的路只是一條死路 所以蔡英文跟這些台獨啊 真的是把台灣一直 往一個死象弄裡面帶 帶到最後啊 美國人再在美國人利用下 把台灣幾十年 或者幾代人的努力 你都會把帳鬆掉 所以真的政治人物 是需要遠見了 而且要站得高看的遠 他現在走的完全是一條死路 完全是一條死路 但是從剛剛民調 大家看得出來 這個介老師說 這個其實綠營也高達七成多嘛 就是說其實戰爭 大家是不希望的 那直戰的思考是什麼呢 我的意思說 在美國不斷地採紅線的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也需要 向它的內部交代啊 那它也有一些 國家領土完整的一些使命啊 那比方說像台獨這個也好 就是基本上美國想方設法 再找一些理由對不對 那給中國大陸 我的意思說 兩岸最終還是會掉到 這個戰爭的坑裡嗎 如果目前這個狀況下 美國人的計謀是比較容易得逞 那真的再往下面走的話 美國會拿一根一根的棍子去戳 戳這個大陸的眼睛 不是這一根 後面還有 所以剛剛講包道格 他又出一招也蠻好的 他說現在的關鍵在台灣 自己的選擇 他說以後美國這些啊 這個裴洛西啊誰誰誰啊 什麼要來台灣啊 你就可以跟他們講說 最近太忙了 或者你們啊 可以像南韓總統一樣 休假啊 對啊 你就乾脆直接婉拒 你婉拒一個 你的所有台灣的危機 簡直解除掉一半 對 他因為發覺台灣 台灣不是完全被美國 牽著鼻子走的時候 對岸會比較放心 現在大陸也非常清楚 蔡英文是完全配合 互從美國的一切 作為美國反中的一個馬前竹 那你這馬前竹 你就表示一下 我不做馬前竹 那這個局面啊 很快就改善了 那問題就不曉得 蔡英文聽不清的興趣 還有蔡英文是不是有什麼 把柄落在美國人手上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要不然怎麼會 如此的百依百順啊 然後這個美國政策法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 有人說是美國接收法嘛 就是把台灣的很多 這些軍權啊 還有兵役啊什麼 他都給他接手回去啊 美國在做決定啊 蔡英文本來是坐在 汽車的駕駛座 那現在被調到後座 美國人直接坐到架式座 把方向盤交出來了 把方向盤交出來了 那他這樣對得起台灣人民嘛 而且台灣人本來沒有 這麼兵修戰危啊 那為什麼在他的六年 搞成這樣呢 我記得我們在他沒有上任以前 兩岸真的氣氛是很好 對啊好多活動對不對 大家互相來往 語言通這個食物通 講起來都有家人在這個 在對岸喔 對啊 所以就是我們和平紅利 不是沒有享受苦 而且是台灣的農漁民啊 對 那時候我們看到他們的 這個貨品銷售也比較暢旺 所以今天等於是在走回頭路 但當然啦 因為台灣在內部有很多 比方像曹京城之類的 也是很多喊打喊殺的 那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對 蔡英文其實 少數精神 就是說神智不太輕的 對 所以蔡英文作為一位 這個掌船的舵主 如果她願意 她是可以把這個纏矛撥正的 是沒有錯 那當然好 我們今天還是從這個 拜登的這段訪問開始講起 那我再問 最後一點時間 我還要問這個介老師一個 就是說拜登當然啦 他講美軍保衛台灣 不管鋼基老師講 他是講真講假 所謂的保衛保護 有很多種方式 那但是他還是有個前提啦 這個前提叫做 假設台灣遭到前所未有的攻擊 你覺得他為什麼要加這個前提 就稍微再充淡一點吧 再充淡一點吧 然後主要是說yes 前面再加一點條件而已 可是你看外面就說 他又要保護 那綠色媒體跟 跟這些獨派的政客 他們就很振奮啊 那前所未有的攻擊 最近難道不算嗎 最近無人機過來啊 最近這麼多的攻擊過來 這也是前所未見啊 這個對啊 他某種程度也覺得 拜登就說 我還看還不過癮 你們應該攻擊的行為 再多一點吧 所以美國基本上就是 唯恐台海不亂 這個態勢我認為已經非常明顯 其實現在變成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啦 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民意轉變了 對 我們很多民意轉變了 很多 我最近有一些時候 接觸到一些 這些民間的朋友 他們說對啊 美國就是要我們台灣人 去打仗啊 就是想要挑起兩岸戰爭啊 現在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啊 所以這也不好 如果我們都看清楚的話 那美國更急了 他更要把這事情趕快實現了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剛剛講的 像那個包道格講那些話 其實還是有他的智慧的 他是對台灣是蠻瞭解的 所以在每次 這個美國有重大的宣誓 不管是裴洛西來 還有拜登的訪問之後呢 就會有這個 美國的什麼軍艦啊 就會通過台海 那這就是一個例行性的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一些作用 這是加拿大也來了 對這些我認為 他都是排照表操課 美國從去年開始 去年整年 他每個月一艘這樣經過 那他這些整個軍力的調度 我覺得他都已經排表還好 以後就是一個月一次 然後呢 然後這一次帶加拿大的 下一次帶什麼澳洲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 他這些人就在那邊晃 算是個大外宣是嗎 大外宣 另外這樣子也是挑釁啊 就讓你中國大陸的話 更多的軍事回應行動嘛 他就說你的行為改變 其實美國最大的改變 是美國過去一年 拜登上來以後 軍艦每個月一艘 每個月也可以到 這個你要看 過去沒有這個現象 完全沒有這個現象 那你說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不就身高衝突嗎 不斷的派你的軍艦來這邊 不就是本來沒有事 就是天下本無事啊 軍艦來擾之啊 他留在美國西岸 在那邊加州附近就好了嘛 跑到我們這個 臺灣海峽來幹嘛 對 然後說是保護 本來沒事的不需要保護 結果鬧出事來以後 他就有事幹了 這個就是實在我覺得 這個世界有美國這樣的國家 真的是某種程度也真的是 很多國家得受苦啊 介老師對於這個美國 非常非常了解 當然在這次的 拜登講話之後呢 當然這大陸照例的 發表了一些這個回應 我也給大家說一下 大陸說這個嚴重違背 美方不支持台獨的重要承諾 反對分裂國家會採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等等 然後這個路透的分析就是認為 拜登這番談話之後 認為已經是美國政策會轉向了 會支持臺灣自覺 如果真的是如此 當然到現在為止 因為現在拜登講話 好像也沒有人太認真了 對不對 對 所以他怎麼講 大家這個吵了兩三天 好像也就算了 中國大陸好像也算了是不是 也吸引為常了 照理說我們今天看到這個 我們那天看到那個訊息 真的是有點嚇一跳 天啊 臺灣台獨自覺才得了 但到此刻為止 其實中國大陸也還算蠻穩的 對對對 中國大陸現在 我覺得也必須要展現一種 戰略的一種這種自信跟穩定 因為你知道他是來校正的 他是來挑釁的 那你如果真正照他的意思 那不正好中了他 合了他的心意嗎 那美國是在校正 我們以前看那個張回小說 不是要打仗 下面的人都要在城下 叫罵一陣子嗎 然後罵很久 現在美國就是在城下 在那邊罵政 然後想要挑起一場戰爭嗎 那這個對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叫戰略定律 那也在考量大陸的戰略定律 不過我覺得最後 釜底抽薪還是要兩岸 要有溝通管道 兩岸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讓外人插手 你讓美國插手事情就複雜了 現在問題美國為什麼 有這麼大的空間 就是兩岸之間沒有管道 所以兩岸之間能夠坐下來談 然後呢很多事情 我想那個緊張程度 會很快就降低了 但這個恐怕是不是要到 2024之後了 就是說2024之後 可能才會有機會 對 這個目前蔡英文自己把自己 帶到了死胡同 他們被整個塔律班綁架 那現在只要跟中國大陸有接觸的 就是整個就會被抹紅 所以這個溝通管道 幾乎是在他 在他自己的這個鋪陳之下 幾乎是已經斷了 對 所以在他的任內 大概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最重要的 美國之心司馬昭皆知 所以最重要的是 大陸要穩住 因為台灣是無能為力的 大陸要穩住 好 來 今天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現場好多朋友 去 residence 我 我也要安裝海照 在睡前的一 tu 牠們育同名牌 是謝謝大家